哈喽 今天我们要去吃东北自助盒饭 还记得我们二十一年去石卫家自助盒饭吗 他家就是疫情期间就黄了 店都堆出去了 然后前几天我一看又回来了 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我们再去会一会他 现在好像涨价了 之前17块钱 现在18块8 走小块餐 布局都没有变的 人还是挺多的 然后这个是外带的价格 你先从哪边开始 新拿肉 这边14个 这好像是那种盐水鸡 找点鸭血 哦 鱼香肉丝炒得凉杂 哦 鱼香肉丝炒得凉杂 有肉吧 只有可能被人捞了 这是谁 凉杂 哇 多远了 这看着就完了 等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来了 冲烫 喜欢鱼香肉丝 再来一勺吃 这边是素菜区吗 没有人 这边煮食和凉菜 来点香肠 来点肝 好像是应该吃点菜 锅随便装点吧 哎呀妈 锅薄肉 锅薄肉 跟上它 要不跟随着锅薄肉的步伐 辣辣辣辣 哇塞 米饭 酱油 紫菜汤 还好 我爱吃两个菜 这可能就是我的主食 我今天不吃米饭 先去吃一会儿 鱼香肉丝要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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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试锅包肉 好像不是锅包肉 是溜肉段鸭蛋 反正也不酥脆 也不是很有味 不酸甜 没有我做的好吃 看看 就凉拌的鸡 挺嫩的 比较清爽 好看 看起来 好看有小炸鸭了 留下去瞅瞅 还可以要求我 你吃羊鸭了吗 嗯 吃羊鸭很嫩的 不知道哎 哦真的有小炸鸭了 用没了 就剩点这点 这个鸡还是这么受欢迎 你去的时候就剩这几根了 就剩个底 有一个碗底 谢谢你 特别酥脆 连骨头都能搅碎 有点蛋盘包放盐了 糖挺好吃的 看见没怎么下午就已经光了 好吃的比较慢 觉得没有上次的味儿重了 还在吹肉菜 都没有肉菜了 赶紧给我炒一个 炒豆芽 这应该是辣子鸡块 之前那个饮料没有了 非常热水 这个还好 感觉怎么样 正常的快餐味 我觉得上次好吃了 变大了 全会吃 差不多每个都炒蛋了 等到了红烧肉 有茄子了 我们来尝一下红烧肉 是不是还好 现在下个高中小饭桌 那个 烧茄子 吃饱了 血糖开始升高了 撑死我了 种类整体跟之前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感觉有的菜没有一些入味儿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在你们这儿这些大概只要写大连的话 嗯 整个辽宁省物价最高的地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我得去溜溜玩 拜拜 哇你看那个花好漂亮 你看那个花好漂亮